基本电学 库伦定律的简单介绍 什么是库伦定律呢? 我们先要从 电量的观念来说起 其实 我们在使用 电量的单位中 是用到库伦 是为了纪念库伦 在电学上的贡献 他的代号 以库伦的 英文的简称 C 当作 库伦单位的代号 如果我们要观察 电子的电量 我们电子的基本单位 称为E 因为来自 电子的英文单字 Electron的E开头 那一库伦相当于多少电子电量呢? 我们这边来 稍微写一下 一库伦的电量大约 等于6.25 乘以10的18次方个电子的电量 那一个电子的电量呢? 事实上是 1.6乘以10的 -19次方库伦 至于说电子电量如何被 检测出来的 这个 先不在这边讨论 高中之后会有 科学史的介绍 那1mol的电子电量呢? 大约等于 96500库伦 因为这个是蛮常用的 三个数值 因此 也可以先稍微记起来 那事实上 1库伦的电子电量 跟1电子电量的联系库伦 这两个是互为导数的关系 因此可以试试看 它们两个相乘应该要等于1的 第三个 由于物体带电 都是得失电子的过程 因此物体的带电量 一定是电子电量的整数倍 因为不会有半个电子 或者0.2个电子 所以如果一个电子电量为1.6乘以10的-19次方的话 你今天这个物体的带电量 一直跟电子的带电量 的倍数有关 因此 我们说一个电子的基本电量 1 就叫做基本电荷 那在库伦的定义观念中怎么来的呢? 因为在1785年的时候 法国科学家库伦 他仿造了卡文迪西的 扭称的实验方式 验证了点电荷间的 作用力跟距离的关系 那因为 静电力虽然 比外有力大 但是他还是很难被观察得到 所以呢 因此他用这个扭称的装置 来放大整个 静电力作用后的结果 那结果如下 这边的F指的是我们的静电力大小 这里的Q1Q2指的是 各两个点电荷间的电量大小 这边的D指的是它的距离 那 结果是什么呢? 事实上他证明了一个观念 静电力大小 会跟电量的乘积乘正比 那会跟这边所谓的距离平方乘反比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库人定律跟我们之前学的 万有力定律的 公式写法很相似 只不过这边的常数是大为不同 而且这里的 Q1Q2 跟万有力的 M1M2他用的单位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用的距离平方倒是相似的 都是用公尺当作基本单位 因此这边给 各位同学当作参考 这边有关单位的部分 那我们在国中阶段 不会特别要求算出 静电力的大小 只会要求去比较 静电力是跟 电量乘积乘正比 跟距离平方乘反比的 这个应用方式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